好了 接下來是分享我自己跟一個在接顯卡左撞上所遇到一個問題 曾經發生過的 好 那顯卡一直到處問題之後我才去搜尋大量片 然後得到一些相關比較好的知識 那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 顯卡接望怎麼接呢? Zeta線接RiserCar安全嗎? OK 那可以看得到這上面有三種接法 第一個接法是透過Zeta的轉接線直接接到那個 第一個是直接從電源Zeta直接轉到RiserCar上面 第二個是透過Zeta的轉接線然後接到那個RiserCar上面 那這個是6PIN的電源供應 第三個是透過CPU或GPU上面的供電口 然後接一個1分2的話可以接到RiserCar上面 那要注意的是所有的供電供顯卡的電的Riser都是12V 你仔細看的話上面會有標示它的12V 如果沒有標的話這個顯卡可能做的有大改進 好 那到底安不安全呢? 量量看就知道了對不對? 接著看一下影片呢? OK 這邊介紹一下我們的礦機 所以通常呢我們那個接Riser這個線 會用那個Zeta的線 那一般說Zeta不是很OK 那我們實際上Zeta它到底用了多少的電呢? 我們不太確定 所以呢我將這個負電源接到這邊另外一個 等一下會測量它到底用的瓦數 然後呢我們再去扣掉在 在HypeOS上面所顯示顯卡的吃電 那我們就是將這個電力監控器上面顯示的瓦數去扣掉 在HypeOS上顯卡的用電量 我們就知道實際上它所 就是Riser它實際上用電量是多少 再來決定說這個線 如果你還用原來的Zeta還要夠OK 因為據說Zeta它能夠承受大概45W而已 所以這個我們要考慮一下 那我這個POW的話 因為我是接兩個電 我是接四個 我只有1 2 3 4 5 6 我是接四塊 接四塊是因為我用兩個CPU 把它 因為 因為 是附電源嘛 CPU沒有用到 它有兩個CPU的電源 所以是轉接到四個 轉接卡 那個Riser 卡上面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機 OK 機器已經啟動 要等 等一下那個Wi-Fi的燈開始亮的時候 然後 顯卡它會真正運作 那那個 顯卡的 Wi-Fi的燈要等一下 OK 好的 剛剛看一下算力已經去穩定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這個護電源接三個顯卡 然後四個Riser卡 它總消耗的瓦數是多少 是411 好 那我們再去跟螢幕上所顯示的 顯卡的瓦數做一個相扣 我們就會知道 實際上 Riser 每一塊Riser吃多少的電呢 OK 那注意一下這邊是單純 它從那個顯卡上面 PCIE所監控到的 那個用電的狀況 好 因為我是用負電源去接顯卡做量測 那我拿功率表接負電源 總瓦數最好是顯示413瓦 那這個電源接了3塊RX470 那Riser卡呢 是接了4 所以因為不確定GPU的順序 所以我用 這個狂機為例 每個470 預估用電大概是65.8瓦 那計算的方式就是 它平均用電 每一塊的話就是 OK 相加 那每個Riser卡的用電 就會等於413 扣掉65.8x3 OK 那整個total呢 再除以4 就是 每個Riser卡的平均用電量 是53.9瓦 那問題來了 你知道這個SATA 哪來接Riser卡安全嗎? 用嘴巴講是沒有用的 就剛剛量也是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必須查一些資料 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去YouTube查一下 會有少數一些用心的影片 會跟你講說 絕對不要使用電源供應器的SATA 直接去接顯卡的Riser OK 因為非常不安全 會這樣子 好 那麼為何不安全呢 SATA總共有15PIN 這些顯卡 使用是12V 剛剛講過的 共3PIN 每個PIN最大承受的電流 是1.5A 也就是說 SATA連接器 不能承受超過 12x3x1.5 只有54W 我們要得到一個概念 就是平均一個SATA 用電是3.9 就幾乎是54 那如果我們將SATA的供電 用到極限 然後會會怎樣 當然是很不OK 那如果該負電源所接的顯卡 是61 又是3 跟64呢 那我們重新計算會得到 它平均用電是56.25W 已經超過它的安全期限是54W 我想說 你應該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用繼續使用SATA 或SATA的轉接線去接 給顯卡供電吧 那看到這邊的話 我覺得有空的話 你們有這樣接的話 是把它換掉比較好 因為呢 你要知道 用PCIe連接器 來接你的SATA 是會比較安全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嗎 你的顯卡一定是拿你 電源上面的PCIe 去接你顯卡的供電 那基本上都是供應顯卡的電 所以很重要就是 拿相同的Connector去接會比較好 那一開始我也不知道了 就是有去發生的事情之後 我去找一些相關靈頻 然後自己做一個量測 那現在所有的SATA6P 其實我都已經打包了 往下 那這就是SATA靈接器的規格 去找一些廠商的指標 可以看到呢 就是因為它供電是12V 那有三個PIN 那相乘起來就是54W 所以為什麼顯卡供電SATA 不能超過54W 原因是這樣子的 那沒有說所謂大概是多少吧 很明確的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有一天在整理礦機的時候 突然間發生的事情 還好我人在線上 所以呢 當下我就立刻把電源關掉 很幸運的是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顯卡沒有問題 就是線材容損 因為在線上 然後煙尾 趕快就是將它關掉 所以呢 你用電超過幾天的話 也產生過熱 或過電流 都會發生很危險 那因為 其實在當時呢 我很多的 還是持續的用那個SATA 那趕快去找一些資料 那陸續陸續我都把那些SATA線全部關掉了 那在這期間呢 如果你有同樣狀況的話 盡量讓你這個SATA線去降溫 接一條或接兩條 我覺得過久 基本上都只能接一個 如果你用SATA去接的話 你接一個 我覺得還是有安全的餘率 因為呢很明顯的 你就是超過它的使用限制 好 就這樣子 這個經驗格 各位做參考